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 你们说是 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是不是期望我们好好的学 正法九诸 我们这一生能够高品位的往生 说实话 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妄想 如果佛菩萨对于我们有什么期望 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菩萨 为什么呢 他起心动念 不但起心动念 他还有分别之处 哪有这种道理 硬化到我们这个世界 他已经退转了 退了跟我们一样了 我们在误会 他没有我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天天给我们讲净说法 跟我们在一起也有说有笑 确实他没有起心动念过 人家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 所以 社方插图 不能说哪个地方有好哪里坏 不能说 没有好坏 好坏不在外面 好坏在自己 自己要会修 这个境界太好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真正用功修的话 将来往生 可以往生到十报专业图 如果你不善学 你不会修 你在这个地方修的是 凡圣同学图 到七方极乐世界 再提升到十报专业图 至少还要用十节 有那么长的时间 如果在这里你真会的话 你这几十年的话 就超过极乐世界修行 十个大吉 因为它诱惑太多了 好事也有 是坏事也有 你在这个里头 真正能够修到 不动心 不起心 不动念 看得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无动于衷 你就成功了 清清楚楚是智慧 寥寥分明 会呀 如如不动是定 不起心 不动念 是自信 本定 这样的功夫 念佛往生 是生时报 专业图的 不是方便 尤业图 真正做到不执着了 不分别了 再方便 尤业图 由分 妄想 分别 执着 统统都有 用这一句佛号压住 不让他起信心 这叫功夫成篇 这叫代业往生 生凡生 同居图 这我们都搞清楚 然后 我们对于 时间 严肃无碍 真的明白了 去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看看 靠谁 全靠自己 祝佛菩萨的 世线跟教诲 都是平等的 佛菩萨 对我们 有什么样的期望 你们说是 佛菩萨 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是不是期望 我们好好的学 正法救助 我们这一生 能够高品位的往生 说实话 这一些 都是我们凡夫的妄想 如果佛菩萨 对于我们 有什么期望 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菩萨 为什么呢 他起心动念 不但起心动念 他还有分别执着 哪有这种道理 硬化 硬化到我们这个世界 他已经退转了 退了跟我们一样了 我们在误会 他没有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天天给我们讲经说法 那跟我们在一起也有说有效 确实他没有起心动念过 人家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 我们用力较低一色 念念跟自信相应 他不跟烦恼相应 齐心动念 就跟无名烦恼相应 分别 就跟沉沙烦恼相应 执着就跟近似烦恼相应 他却没有我 这些通真地搞清楚 搞明白 你才晓得怎么个修法 修行 不离开生活 不离开人群 无事三餐 哪里都可以去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社群门就是讲的 世世无碍 没障碍 全是帮助你成就 你在这个里头 一解除 自己什么样情形 全都显现出来 功夫前身 立刻就出来了 哪里还是要找到 什么祖师大德的印证 不需要 那些印证 都是表演的 表演给世间人看的 不是真的 真的 尽在不言中 我不能不知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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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